各位大家好,我是陳恆斌 最近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都要做很多快速測試 但做快速測試 很多時候大家可能不知道 怎樣撩鼻子 我今晚想展示一次給大家看 通常一包快速測試 當中 就肯定有一支棒 這支棒一頭有毛毛 就這樣移出來 這樣移出來 好了,讓大家看看 這個檢測法通常有一個杯子 然後 就有支藥水 那支藥水就開了 藥水擠在這個壺裡 有些人已經在一個杯子擠好了 這樣就可以開始檢測了 那很多人 就這樣 這樣撈進去 其實呢,就撈不到進去 因為撈到皮膏上面 其實正路應該是 這樣 即是 另一個點給大家看 是打平 這樣我可以撈到很入 哇,很入 這樣 或者撈到另一邊 打橫打平 打平 這樣撈下去 撈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嘩,眼水表紋 但是呢 這樣打平入 才是正常的 接著就把這支棒浸下去 然後攪拌它二十下 攪拌二十下 攪拌二十下 左攪拌,右攪拌 有時是這個軟的 就捏住它 嘩,攪拌 攪拌 這樣攪拌到它 覺得它 覺得棉花棒 都洗得很乾淨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洗完了 那麼就蓋上這個蓋子 好了,去到第三樣東西了 就是一塊板 有一個袋裝著的 那這塊測試板呢 就是 有一個C字 有一個T字 有一個C字 有一個T字 那裡面呢 如果是C字有一條線 就代表這個檢測是有效的 接著如果那個T字 有一條線 那就是說 這個檢測 確診了 如果只有一個T字 有一條線 這個檢測是無效的 要再做 好了 我現在就摸一下它 接著呢 就擠下去 這個檢測板的這個洞 接著擺平 確保你是全部擠進去的 好了 我這支就擠進去 接著就要等了 接著呢 大家就看到那些藥水呢 開始向上滲了 一路 一路 一路向上滲 就會滲到C字 甚至滲上去 那所以要等咯 有些檢測呢 就要等15分鐘 有些要等20分鐘 那大家就先等下咯 大家見不見到 就開始見到C字了 C字就出現了 就是證明這個檢測是有效的 然後呢 就等下咯 下面那條線 看看有沒有一條線是T字 那如果是有一個T字的話呢 那就 就會和大家 一段短的時間沒有見面了 因為要在家旁邊了 那 現在就恭喜我了 是不中的 那整個檢測就大概是這樣的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是檢測 有其中一個巧妙 就是打橫折牌 讀進去 這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巧妙 其他都沒有特別的 那祝大家身體健康 多謝